香醇咖啡 很多人每天都要來上一杯 享受之餘伴隨而來的是 一大堆紙杯 台灣一年要用掉15億個 一次性飲料杯 而蒸蒸日上的咖啡經濟 也讓紙杯用量暴增 占了一半以上 當大家提倡減速限速之餘 許多店家轉向擁抱紙容器 難道就比較環保 比較安全嗎 我們講說的一個塑膠的耐熱性 是指說它在哪個溫度下不會變形 有任何人跟你講說 60度的時候 PP的容器不會溶出有毒的塑膠添加物嗎 沒有嘛 這是大家幻想出來的嘛 原來耐熱溫度只是美麗的誤解 因為這層零膜就像塑膠一樣 不但可能會危害人體健康 也讓紙容器的重生之路 困難重重 回收率竟然只有25% 回收業者送來的紙容器堆得像座小山 這裡是苗栗的紙容器處理場 全台灣僅此一間 回收的紙容器彷彿倒進巨大的果汁機 經過40到50分鐘攪拌 在水中旋轉摩擦 把紙漿與塑膠淋膜分離 我們在散漿完之後會抽水 那抽水的時候 比較細的紙漿纖維就會從那個塞板過去 那比較大片的塑膠膜就會留在那上面了 這項技術並非太困難 但就是因為紙容器多了一層塑膠淋膜 散漿過程中比一般紙類多了將近10倍時間 再加上政府回收補助金過低 因此沒人想做這門生意 洗出來之後的塑膠膜 我們會用產車加進這一台加料機裡面 再由輸送袋往上送 就類似像洗衣機一樣 把這個膜再清得更乾淨 那之後會再脫乾 那方便日後的照麗過程 透過特殊的機器 將乾燥過的PE膜變成塑膠泥 接著抽成絲後冷卻就能照麗 形成一條循環經濟 回收以後 它的再利用都是降階 就是說不能用到原來 比如說你這個瓦特瓶用了以後 你的廢料不能用到瓦特瓶上面 還可以回收到我們的紙類來 處理過的紙漿成為再生紙原料 塑膠粒則大部分用在塑鋼板 中於紙容器不再是垃圾孤兒 只是容易偽裝成紙類 多了一層膜 去出可是大不同 民眾得落實分類 才能有效廢物利用